接著呢,我們跟各位說了,我們前面定義的時候是用正電荷定義的,所以電位的高低是用對正電荷做工決定的,所以呢,對正電而言很正常,電位越高,電位能就越大,電位越低,電位能就會越小,所以正電是正常的,正電是正常的。 負電是不正常的,負電是倒過來的,電位比較低的時候,位能比較大,電位比較高的時候,位能比較小,因為我們當初定義的時候是用正電定義的,我們在平行電盤看到,同一個位置對正電、負電而言,高低是相反的,所以我們就會倒過來,那倒過來會不會有什麼影響? 沒什麼影響,沒什麼影響,你把公式寫下來,公式寫下來,負電的Q負電的V,然後電位差,然後電位能差,然後電荷,然後你的電荷正電就帶正的,負電就帶負的,然後把它放進去,它答案會自動就喬好了,它答案會自動喬好了, 誰高誰低什麼之類的,就會自動就喬好了,所以已經都公式寫在上面,都該擺的都擺好了,所以你不需要去太去管它,特別去考慮,放進去就可以了,好像這樣, A、B 之間的電位差是1伏特,A比B大,A是高電位,B是低電位,如果這一庫了,就表示差1交了,差1交了,1B-BA,然後呢,B比較低,所以負號,所以算出來是負1,負1就表示什麼意思? 表示,表示我的B的位能會比較小,A的位能會比較大,所以呢,就會負號,然後差1交了,你看到負號就知道誰大誰小了,那對於正二負倫呢,一樣帶公式,又知道我可能是負2,那你也會曉得是,A比較大,B比較小,對正二負倫而言,但如果我是負3負倫呢,你就帶進去,負3可以負1變成3正的, 這個什麼意思?這個就表示B的電位能比較大,A的電位能比較小,所以是,電位能A小於B,差多少?差3交了,負4固倫同理可證,有4交了,寫這個的目的就告訴你,你不需要太去顧慮,正電負電,然後或者是誰大誰小,公式會自己把它調好,只要你帶進去是對的, 只要你帶進去是對的就可以了,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說明的狀況,OK?